茂密的丛林间,连绵的村庄里,出入境的检查站中,数不清的土路变道上,在遥远的地方,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基督故事正在发生,一次次命悬一线的生死较量正在上演。 对于所有的基督刮兵来说,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争,边境险上的生死毒战,茂密从林间,一条锦绒两人并肩通过的扬长土路,从广西冰祥市有依着林梁村的村头,歪歪扭扭地伸向山顶,随从可爬上山顶,往远处眺望,是满眼的绿鼠坡缩,纵横交错的土路连接着两国国土,匆匆八角树在路旁摇眼, 遍遍农天相嵌在山楼处,在越南通往戒备的三叉路口上,五六个黑瘦的越南人,正经决定张望着身穿警服的诚恳,重做是边防支队官兵开下车辆安插顺利。 今年来,随着中国东芒自由贸易区的建成,边境人流,物流剧增,境内外的贩毒分子混击其中,让广西成为国内仅次于云南中年边境地区的第二大毒品走私入境通道。 作为广西与东芒陆路桥投保的重组室,更是站在了打击毒品犯罪的第一线,统计数据显示,从今年初到6月27日,重组室公安别防支队,公布获格类毒品案件2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55人,将获格类毒品109,54公斤。 积毒总量在全自治区宁业前茅,这些看似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积毒故事,使积毒官兵兰与毒品犯罪分子一次次的生死较量,便到埋伏扎毒贩,2010年,大口监防探处所副所长韩忠宽刚到任时发现,辖区有一个村子,从16岁到25岁的男青年不少都吸毒, 运营竟然是平时精神烘须,大伙时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在西上几口,一起玩,按照我国刑法规定,非法是有毒品最量型,必须要达到10颗以上的量,但领防贩毒者往往贴毒量不大,普通本在西是海洛因,一天一飞,住,当地旅,只吸食一次的量,才0.03颗左右。 如果前期人潮工作中对其违法证据搜集不充分,即使抓到了领包毒贩,也很难将他们绳之以法,这就要求边防派出所把军众几处工作作诈室,在打击领包犯毒前,要对热毒人员家里有几个门,几扇窗,附近有几条小路可供逃跑等信息,掌握的一清二楚,边防官兵苦认设计基本工。 今年6月8日,根据线索,艾口边防派出所民警,决定在警察边冒点中越边境变道附近,对一名由越南非法入境的贩毒人员实施抓捕行动。 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顾惠勇带着五名便衣民警,在便道边的树丛中蹲守。 正是烈日当头,山道旁没有一丝风,潜伏在便道边的民警,让汗水湿透衣服,也不敢出一口大气。 生怕惊动了贩毒人员,大约过了四十多分钟,一名中年男子从山上下来,民警在急进行排查后得知。 而中年男子刚刚从山上买完毒品下来,他身上写有一飞的海洛因,而外给他毒品的,正是民警此次要抓捕的对象。 越南的阿宝,考虑到阿宝所在的位置,太靠近中越边境,山高林米,嫌疑人很容易逃脱。 民警继续在山上的小路边潜伏,大约又等了二十分钟左右,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才终于出现。 此人正是阿宝,顾惠勇带领潜伏的民警被山而出,阿宝渐状,夺落而逃,被民警扑倒在地。 民警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和一个白色的小药瓶。 药瓶里装了五十三小包,依次毒品海洛因的东西,尽重八点五克。 在抓捕现场,小华在阿宝兼称,毒品是自己用来吸食的,而水果刀是他用来消水果吃的。 在回派出所审讯后,看到警报嫌疾掌握了大量他为法罢的证据,阿宝这才低下了头。 对其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三次追捕持枪毒枭,阿宝随身携带的只是水果刀。 有的毒贩甚至持有枪血,比如毒枭阿文。 曾生女郎阿文抓捕过程的欧红武,是重组是公安边防支队,平乡边防大队形式侦察队的教导员。 三十六岁的他皮肤有黑,脸上总挂着汗厚的笑容。 看起这几案子时,眼神里会散发出犀利的光芒。 特大贩毒案犯罪嫌疑人指振毒品现场。 当日凌晨三点,明景收到信息,阿文在明明羡某冰馆开了房。 与两个人一起吸冰毒,欧红武以及和同事们赶到阿文所在的冰馆。 进行福气不空,酒店的楼梯,电梯,所有能逃好的角落和出口,都不空了警力。 本以为很插翅难逃,可当专案组明镜破门进入冰馆房间时,却只有一个年轻女子在房内,哪还有阿文的踪影。 明景发现,桌上还有未熄灭的烟头,地上有男士拖鞋,电脑桌上供放着一个夸刀,里头有阿文的身份证。 为了防止阿文挟持中英居民当人质,明景放弃了搜查,明晨五点。 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明景来到了阿文的家,房间的抽屉中,搜出了两袋冰毒,一个工具箱里,发现了十多颗手枪子弹。 一条牛仔裤的口袋里,插着一把子弹已经伤藏的手枪,经部政部门鉴定,该枪是美国制造的波浪民M1911A149毫尼只用手枪,十九发子弹中十三发具有杀伤力,京都进驻1085,救客。 一个月后,警方护知阿文已经从边境变道,偷偷撤回了宁明县,为了掌握阿文入住的详细信息,一名侦察员只身前往打探消息。 但谁也没有料到,侦察员刚到酒店大堂落座,意外就发生了,阿文和四个人一起从电梯面走出来,其中有两个人架着一名青年,往宁馆大门口走去。 侦察员心头欲紧,不好,忘录了,只剩一人的侦察员来不及多想。 只好亮珠身份,一个见不上钱,一把抓住阿文的脖子,与他扭动。 此时,宾馆万一亮珠及时而来,阿文的两个同伙,拿出足有30厘米长的特大号牛角到向侦察员突然,躲闪中,阿文被同伙接走,车辆绝尘而去。 不久,警方再次获得线索,阿文躲到了里重组200公里外的,广西房城港市上司县境内的一家宾馆里。 这次,阿文住在巴喽,选择了一间窗外有水管便于逃跑的房间。 为了不打草惊蛇,童年是月十八月,警方终于等来了机会,阿文下楼了,但连警们又遇到了棘手的状况,和阿文一起出来的两个人中, 有一日人是孕妇,警方不敢轻举妄动,一路悄悄跟踪着,直到附近的一个菜市场, 阿文的车停在一间料店旁边,阿文这才终于被鸡拿归案, 切写写咎的击毒经验,抓捕阿文的过程虽然惊险,索性没有民警伤亡, 但并不是每次击毒都能如此幸运。 中佐市公安边防支队在安边境检察站副站长刘毅,就曾经历过写字侥讯。 2009年,刘毅在日南公安边防总队宝山边防支队迈动边防工作站实习时, 担任实习排长,有一回,他带着两名战士对一辆大巴车进行续行检查。 当时,他和一名战士持枪在车下警戒,一名战士上车查击时, 从一名乘客的行李袋里查出了三块亥洛因, 边防官兵正在对出入境的车辆进行检查。 由于缺乏查击经验,改战士走在前面, 让半都嫌疑人跟着他下车。 不成想,嫌疑人突然从背后扼住战士的脖子, 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把他身上捏捅了十几刀。 听到车上的坦叫声,刘宜带领病医战士冲了上去, 及时将前仪人控制住,才把负伤的战士救了下来。 幸亏他身着防刺背心,才没有飞机生命。 在身上的十几颗刀巴,将开发他一辈子。 有了这次经历,刘宜在日后的查击工作中, 变得更加警惕小心了。 只有心机之地,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的安全。 刘宜在2013年参与破获的一企特大武装犯毒案, 就是心机之地的典型案例。 当年10月1日晚上, 实践中所是公安边防支队, 平墙边境检查站检察员的刘宜正在港卫生直起。 根据事先掌握的情报, 刘宜或西藏板将有一辆黑色的风险排美瑞轿车, 携带毒品路过检查站,前往南宁。 火不其然,凌晨临时45分时, 一辆挂着广州市牌照的黑色风险排美瑞小轿车, 实践检查站。 车上出了一名自十来岁的女司机外, 副驾驶座位上, 还坐着一名二十多岁的男青年。 车辆被蓝停后, 刘宜发现蓝青年双手发颤的, 将一个皮包在胸前, 神色惊慌, 他们不愿意熄火, 也不打开车门。 实践国庆, 车流量很大, 为了稳住他们的情绪。 刘宜看到女司机的身份证, 显示, 是湖南淘江人。 别带一套近户, 我们是老乡啊, 我有东西想请你们帮忙带到南宁。 请你们下车把车尾箱打开。 女司机下车打开车尾箱的同时, 刘宜顺手把后排车门拉开, 一块由黄色牛皮纸包裹的东西掉了出来, 低头一丝海洛伊。 刘宜心里嘀咕, 反毒分子这么明目着胆, 竟敢直接把毒品搁在轿车的后座上。 此时, 在一旁的战士正想实施抓捕, 刘宜推了他一把, 使了个眼色, 让他去打开旁边的通道, 并且速一脚将把火踢到车底下。 刘宜最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皮包, 直接一把闪着荧光的防六四式具用手枪露了出来, 拉开弹夹, 里头装着三发子弹。 多年的击毒工作, 也让刘宜和战友们, 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什么鸟窝藏毒, 鞋底藏毒, 护身符藏毒, 指尖和藏毒等奇葩的传毒方式, 如今都成为了工作经验传授给新来的战士。 2015年, 在重锁市公安边防支队爱口边防派出所, 担任警长的刘宜, 对一辆满车甘蔗的面包车进行检查。 他和三名战士将甘蔗一滚滚地藏下来检查, 始终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眼尖只剩最后三滚了, 战士们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 正准备挥手放行, 刘宜却坚持把最后三滚断着也藏下去。 此时, 4公斤的病毒顿时露了出来, 向都甘宣战,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半毒是受暴力的驱使, 因此, 打击毒品犯罪, 不仅仅要与毒贩斗智斗勇, 还要向毒根宣战。 林景诚恳参与了此次行动, 他说, 当时, 曾蒙龙的母亲和老婆孩子都在家, 他们冲着执行任务在边防林景让让道, 我们和亲戚都出了钱, 凭什么说查封就查封, 为了杀出这种歪风邪气, 今年4月2日, 平祥市实行重点整治, 险区改变面貌, 力图创建无毒村村, 无毒家庭, 为了对热称的吸毒人员进行跟踪管理, 平祥边防派出所和公安机关, 要求涉毒人员每个月到赞助的领期了解, 如实记录吸毒状态, 各辖区派出所, 还联合当地村委会, 积极开展入库宣传活动, 通过书边卫民服务队, 山歌队, 电影队等形式传播禁毒内容, 基督官兵与群众开展不让毒品进国家签字活动, 6月22日上午, 广西自治区禁毒委, 崇佐市禁毒委, 联合越南亮山市禁毒委, 在平祥时有一关, 举行2018年流, 20流国际禁毒日, 中越联合公开销毁毒品活动, 现场公开放烧毒品152.4公斤, 当前活动结束后, 自治区, 崇佐市禁毒委, 与越南代表团, 还举行了中越禁毒警务合作会务, 和草剑一步加强中越禁毒警务合作与交流, 建立建全国际禁毒指宝合作机制, 给戒毒人员一个明天, 韩中宽在爱口电防派出所已经工作了8年, 辖区里八成的吸毒人员被他抓过, 尽管如此, 韩中宽依然尽自己所能力, 去帮助戒毒成功的人, 融入到正常的生活中, 他被社会抛弃, 信息的几率会很大, 在理查村, 35岁的陈蒙被韩中宽抓了三次, 19岁时, 陈蒙就在村头的芭蕉树下, 被人引诱新式海洛伊, 他们告诉我希勒能解杂, 渐渐的, 昨晚父母要钱的陈蒙, 被家人发现吸毒, 村里谁家丢了东西, 也首先怀疑到他头上, 第一次被韩中宽抓到后, 陈蒙被拘留了15天, 从看守所出来时, 他的老婆跑了, 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 浑浑恶恶中, 陈蒙就接连被抓了两次, 等他第三次从戒毒所出来, 韩中宽苦口婆妈先递劝他 看在孩子和父母的份上, 好好过日子, 平祥市有一阵三连屯, 脱里屯的吸毒人员李某, 也从平祥边防大队形式侦查对象党员, 欧骨木大理得到过温暖的关怀, 但是三岁的李某当, 因为吸毒对全家人厌弃, 他们被我借钱都借怕了, 没有钱我就去偷, 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 也被我卖光了, 2016年, 李某因入室盗窃被判了半年, 出来后, 他成为欧骨木的帮扶对象, 看见自己的孩子上步两学, 成天穿得脏兮兮像个小乞丐, 别人家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 每天都能高高兴兴地上学, 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欧骨木抓住李某对家庭的责任感这个突破口, 力劝他不要再吸毒, 指导他去防疫站里免费发当的北沙童解毒, 并为他做担保, 让他在平安链貌护士点开车送货, 目前, 重座是81个乡镇, 街道军化台设立了社区解毒看部工作办公室, 配备进毒干部204人,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招聘了165名进毒专制社工, 本文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贴旗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